到了很多 真的到了很多 真的我只是没有在直播间说而已 到了很多 我应该打个伞 哥哥姐姐们 我应该打个伞 嗯 差不多应该 哥哥姐姐们冲一波站 欢迎帕里见笑 啊 啊 你要淋不到云 送盒饭不浪费呀 送盒饭问题是 嗯 怎么说呀 第一要人手去送 知道吗 哥哥姐姐们 我送出去了 肯定是不浪费 但是我还要加大开支 买餐盒 还得请人去送 那又是一笔开支 就比方说我现在我一个人能去送吗 我一个人 如果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的话 然后我这个店里就不会出这么多的幺蛾子了 所以说想要店里面 嗯 爷爷奶奶们怎么说嘛 以后 还像回到以前那种的话 我们现在就只能这样子做了 如果去送的话 我们得还得 还得加大人力 本来一个人就搞病 还得去送 还得去请人 欢迎我上海送 嗯 如果要送 我还不如拿个锅 拿到大理堂去 边煮边给他们吃 然后买点买点那些什么火腿肠啊 炸点什么酥肉啊 挪点鸡蛋啊 带点菜呀 然后弄点面条 直接去那里煮来给老人们吃 那直播效果更加的完美 一个人还能操作是吧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点赞 我们点点赞 哥哥姐姐们点赞 欢迎我们老堂哥 欢迎老堂哥 霍爷爷 现在还有霍爷爷一个人 应该其他的人没有了 其他的挑到前面去的我不知道 那里那个爷爷那几只鸡不知道买了没有 欢迎我们猫哥 谢谢猫哥的点亮粉丝团 欢迎一路藏红大哥 嗯 欢迎好不好 哥哥加入直播间 点一波赞吧 哥哥姐姐们 妈也从早上播到现在 多点赞赞嘛 赞赞多说明我们直播间的零距离好 零距离才强 哥哥姐姐们 没有亮灯牌的哥哥姐姐给我亮个灯牌哟 给我亮个灯牌然后做个数据 然后我看一下 妈也今天我这段时间都没让大家给我点赞罐 每个哥哥姐姐们方便啊 三个礼花筒 还有珍爱玫瑰有四个 我们今天就点这两个 谈你去照霍大爷的呀 嗯 我们等一下看嘛 就有 霍大爷的话怎么说嘛 嗯 还有十多斤菜啊 还有十多斤 刚才我们月经姐姐买了有十斤 还有十多斤 谢谢我们好不好 哥哥的花花 我收了 你收了 我给中 你给那个 你给钱吗 你给中啊 陈老板你要感谢我信用很 你是说叫我买的 你给钱是吧 啥啥 三十七个哟啊 哦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就不行了 两块钱一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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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的 我是在看陈老板你和那个 你和那个阿姨 那陈老板先说耶 那哪个整的 你装起撑 撑一下 装起撑 红烧也好对呀 那些都装起撑 装钱 装起块 装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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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起撑 不要这样说 你再这样说都要不跌了 我跟你说呢 昨天这个萝卜菜卖五块钱一斤 你信不 人家说的是萝卜菜 没有那个 我们那个老板陈老板他在说 陈老板发话了 哥哥姐姐们 还有阿姨姐姐 阿姨姐姐 没有经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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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时候产生误会是正常的 对呀 你们 你们不要就是误会 每一种菜它的价格不一样 空心菜啊 他在码头都是卖的两块 是的吧 是的 是 嗯 谢谢我们厚厚哥 点亮粉丝团 萝卜菜买的三块 空心菜买的两块 茄子买的四块五 茄子买的四块五 菜盘问你是茄子或萝卜菜吗 那 99 007 005 32 007 007 001 001 003 007 002 00833 00548 听不到话 他有一个耳朵 就是火爷爷有一个耳朵 他听不听不到话 听不到话就有点肥 他们筷子 他说是买的三块 他说没贵一块 瘸子 我财稿不晓得有瘸子 我给他们解释的是 萝卜筷要贵些 萝卜筷昨天都是买四块五块 今天他们两块 萝卜筷 萝卜筷